OK 大家好 我是Sandra 我是LV吃飯玩樂的團長 那這次很開心邀請你們大家一起來參加這個Memphis老師的烹飪課 那以往我們都是我們自己一堆人跟Memphis老師一起玩 那這次是我們第一次在大都會邀請新的會員來玩 那Memphis老師的烹飪課真的是物超所值 因為他的東西做的就是非常好吃 而且你可以在家自己也可以動手做 他都會盡量把它簡單化 而且讓你很容易上手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值得上的課 那你一定會問我們LV是什麼意思 因為很多人都問我LV說 其實這是LA然後VER的簡寫 那LAVER就是追尋風的方向 那你也可以追尋你心靈的方向 那因為我們吃喝玩樂 我們不只有烹飪課 我們還有這個營手鍊的課 還有Wendy老師的串出課 還有手工肥皂課 那只要你有特殊的技術或是記憶 你都可以跟我們一起share 你也可以成為老師 就是說我們也可以請你來 在我們這個團體當中當老師 所以我們吃喝玩樂 不是說只有在吃喝玩樂 我們也會有一些很有意思 就是手工藝品 還有這些心靈課程 所以你們有時間的話可以參加我們 那這一次很開心就是說 大都會提供我們這個這麼棒的場所 讓我們開這個課 所以你們下次有朋友也要一起來參加之後 也可以帶他們一起來 那這是因為我們人數有限制 所以我們只有邀請大概十幾位外面的新會員來 但是下次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希望可以再請更多的人來參加 那我們即將要開始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的話 你可以等Mafis老師講完之後再問他 OK 那我們Mafis老師就交給你囉 有這麼多的新面孔 來join我們這樣子的一個 Luvio的吃喝玩樂的group 當然首先我們一定要先掌聲來謝謝LV媽媽 在團長Sandra的帶領之下 昨天利用兩個小時化腐朽為神奇 這個場地原來是一個小小的小倉庫 我自己昨天晚上做完準備工作 十二點半的時候打開電腦 一看哇真是太興奮了 而且我覺得我們真是太幸運能夠在這個地方 擁有這樣一個小小的天地 我們非常感謝大部會還有我們所有媽媽們的努力 還有當然是今天各位的光臨 我們今天做的就是首先第一個是做豬排的部分 那我們的課程我們是希望盡可能有一小部分 能夠讓大家動手做 因為畢竟我們這裡不是一個專業的teaching教室 所以呢我們在設計上呢可能就沒有辦法 就是完全讓每位朋友都來動手操作 但我們盡可能有一小部分 那也讓大家一起呢好玩 因為做菜本來就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我們在家當媽媽做菜覺得是一個苦菜式或者是負擔 但是我相信你用玩的心態來 那麼我想全家都一起受賠 所以這是我們在這邊就是一起玩這個烹飪教室的方式去 那首先請大家看一下豬排的部分 那豬排的部分呢第一個呢就是買那個 你們去不管去洋人超市華人超市 就是我想大家都喜歡吃 小朋友都喜歡吃豬排嘛 有你雞肉有大乳肌有大豬排 那今天這個就是大豬排 在台灣很多有名的東一排骨之類的 就是這種豬排 其實呢它只是這樣小小一片 但是呢我們等一下用肉槌把它的組織弄散了 吃起來就比較柔軟一點 而且感覺這個面積就很大 所以這是豬排 我們待會兒會做這個豬排 那我們現在呢就是鹽跟黑胡椒 在做西菜裡面最常用見到的調味品 其實很簡單就是鹽跟黑胡椒 第三個是起司片 那起司呢我們知道有挑到起司 有Mazzarola 有各式各樣那個slice的起司 今天我是想介紹大家改變一下 所以我們用Havarti這個起司 如果不清楚的待會兒呢都可以上來找拍照 或者寄下來 然後方便你去購買 因為我選擇用這種 它比較不會那麼融的這麼快 就是Milton不會這麼快 再來就是火腿片 那這火腿片呢 我是希望 我比較喜歡有口感一點的 所以我是買整個的 或者你可以買半個的 它不是都有散裝的嗎 回來自己slice 所以會口感上比較好就很粗 你如果買那個現成那些薄片呢 吃起來沒什麼味道 這也是我個人的小小心得 再來就是all purpose flour 就一般我們用的重心粉 然後雞蛋汁 是待會兒我們要rub起來的時候 需要一些黏液 還有麵包屑 brick crown 那就是這麼簡單 我是去Costco買了它整條的 就像我們上面寫的 Cocloin Central Bonus 它有兩種 一個是rub的 一個就是roast的 我是買roast的 它比較寬一點 那一般他們洋人喜歡烤出整條嘛 去烤的 那我買了一條來以後 就是它整條 那我們在labelos啊 這種洋人超市 你可以買到這麼小的 大概12、34塊錢 大概四、五個人吃都沒問題的 它用繩子綁起來的 你回來呢 就 我上面寫的 第一刀不要切斷 切蝴蝶片 第一刀不要切斷 第二刀切斷 所以就變成這一片了 那一面是有油的 有油面朝下 然後呢 家裡有肉錘嘛 有鐵的、有木頭的 看你的力氣 我力氣不夠大 所以我買鐵錘 那你要心情不好 就拿它出氣 也蠻好的 這樣才可以發洩一下 然後就是這樣子 那你不能這樣子直接的錘 你必須要用一塊 用一個 膠袋 來這邊 好不要用塑膠袋 要用Zip Lock 這種 因為它比較厚 它近得起敲 或者那個Saron Roll 我們講保鮮膜太薄了 一敲就破了 所以你要用這種 然後它好處是什麼呢 因為我們Sear起來的話呢 它那個水汁也不會到處噴 就這樣 從中間開始 往旁邊敲 這個橋 那現在看我操作 等會兒呢 我們就分頭操作 所以待會兒呢 要分頭操作 所以 因為一組可能只有兩到三片 那要分頭操作的話 可能各位就要去 要去 我們很體貼的 Grace 幫我們準備了 擦手巾 好 謝謝 我真的是很佩服這些 LV媽媽們 要什麼有什麼 火樹之源 隨時都幫你想到 你想要的部分 所以 歡迎大家都來join 我們這樣的團體 真的很好玩的 OK 那麼 剛剛我們現在看到做法 第一個 整塊豬排買回來去油 那我個人是沒有去到很多油 因為待會兒在煎的時候 有一些油脂 讓它油脂出來會比較香一點 切油使油嘛 這樣 OK 第二個呢 就是拍肉片 我們也做好了 那拍肉片記得一定要用 不要從它上面直接敲 然後就把肉質的 破壞它肉質的張力 第三個我們就是撒上 鹽跟黑胡椒粉 然後當然這個起司 我就說你自己按你喜好來選擇 所以我只是給大家多一個option 這樣子 盡量擺在正中間 擺到那個 兩個折合處的正中央 然後擺上這一片的汗 來 之後把它wrap起來 那你如果要secure的話 就是用個牙籤 我不知道我的牙籤到哪裡去了 所以 捲進來 捲進來 然後左邊 右邊比較厚的 比較不會露出來 你要先捲的厚的 怕那個薄的容易露出來 看哪一邊薄的厚 破掉的 先捲進來 然後 左邊 右邊 然後先捲麵粉 為什麼呢 因為你這個太油了嘛 你裹蛋呢 沾黏不住 所以先裹一點麵粉 然後再裹上蛋汁 然後再裹上蛋汁 麵粉 然後再裹上面包穴 薄薄立成就好了 麵包穴 薄薄立成就好 麵包穴 那這個麵包粉呢 你也可以去買 現成的 那你也可以用家裡吃不完的吐司片 把它烤過 烤乾了以後 用你的那個 食物料理機一打 我的都是這些 都是家裡的麵包 當然因為我常常做麵包 所以我自己會庫存一些 那麼這就很好用了 所以整個做出來就是 是呈現一人份的 辣子跟羊皮紙要分清楚 一個是patcherman pepper 這是可以進烤箱 patcherman pepper是羊皮紙 這個是辣子 watt pepper只是for rub only 你這個放進去會冒煙的 你家警報器會響 因為我就曾經碰過 我剛移民的時候 沒注意到 天啊很可怕的 所以這兩個紙都是 都是擺在保鮮膜同一個isle 很容易找的 那麼這樣的情形 我說你多做的呢 你就把它rub起來以後 然後放到冰箱的冷凍室 儲存 你要用的時候 像有時候有空在家 你可以先做一些起來 你要用的時候拿出來解凍 然後再經過我們接下來 煎烤的程序 所以可以馬上可以享用的 好